你都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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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應過爹不能說 您喝點湯吧 你們全都知道是不是 就我一個人被蒙在鼓裡 哪個是趙如海 在下就是 大哥 是 你們幹什麼 走 他只是一個老人 你要對付就對付我吧 我根本就沒有做錯任何事 何必要贖罪呢 老吴啊 記住 一定要和你老李當差的那個親戚 多聯繫 讓他好好照顧老爺 千萬別讓老爺受委屈 錢不成問題 只要能保證老爺平安無事就好 是 夫人 娘 您回來了 辛苦了 娘 爹的情況怎麼樣了 二少奶奶 嗯 老爺得很好 你不要擔心 謝謝你 朗母 教師爺 我知道您平常喜歡收集字畫 這些字畫都是出自明家之手啊 請您笑納 哎呀 好 好啊 哎呀 還有啊 這是我們趙家的一點心意 麻煩焦師爺轉交給大人 趙少爺 你舊父心切 你的這份孝心 我真的很感動 看你三番兩次的 來衙門的這份誠心 我想奉勸你幾句 巡撫大人和我都很想幫你 不過這個案子太棘手了 已經在明月鎮鬧得沸沸揚揚 想私了恐怕不容易啊 難道一點解決的辦法都沒有嗎 有 有 什麼辦法 找人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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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可是唯一的辦法 我去哪兒找人頂罪啊 話 我就只能說到這裡了 granate 慶祝 엄 宋元社長 請 请 请喝酒吧 今天我不想喝日本清酒 可以喝中国茶吗 莉莉啊莉莉 自从你认识李天赐之后 对我是不屑一顾 使我十分伤心 你知道吗 当初要不是你极力推荐她 那么多的中国人 为什么我要重用李天赐 想不到你现在过河拆桥 翻脸不认人了 松原社长 我没有翻脸不认人 我和天赐依旧很尊重你 我不要你的尊重 我要的是你的人 松原社长 我自从认识李天赐以后 我已经厌倦了在封尘中 打滚卖笑的日子 社长 您就放过我吧 您要女人还不容易 师弟 我要女人 不愁没有 但是我绝对不允许我的女人 投进别的男人的怀抱 而那个男人 还是我松原的属下 叶弱卖笑的女人 这个男人 你会不会到封尼之花 有一天吗 他你会不在封尼之花 他在封尼之花 你要答应我 替我好好地照顾赵家 照顾爹娘 家宝 最重要的是要好好照顾你自己 还有我们未出世的孩子 天愚 你在说什么 你为什么今天这么反常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只是说万一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复 自从爹出世之后 我真的想了很多 天愚 你不要想那么多 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 赵家所有的人都很需要你 现在爹不在了 你就是我们的依靠 你不要紧张 我只是说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 你一定能够撑下去的对不对 天愚 我就不知道 辟琪 想听我们未出世的孩子 娶个名字你说好不好 可是还不知道是男是女怎么娶啊 那就娶两个名字吧 一男一女 名字我早就想好了 男的就叫嘉生 女的就叫施情 你说好不好 你说好就好 老爷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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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子 你说什么 有人报 报消息说 说 说 说什么呀 你快点说呀 是老爷已经被放出来了 在半路上 马上就到了 放出来了 老爷让我回来啦 别太好了 春兰秋季快 快让王妈准备好东西 我要给老爷去去会 快点快点 让他煮点老爷爱吃的 快去 快去呀 老爷在牢里关了那么长时间 都没好好吃过一顿饭 想到这儿我就心痛 娘 你看你呀 爹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 我们就应该高高兴兴 开开心心的迎接他老人家呀 是啊 像你这样一见面就哭丧着脸 这多不好啊 对对对 走得走 好 借你爹去 走走走 走 走 羊 哎 柱子 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哎 老爷已经被放回来了 马上就到了 哎 爹回来了 对对对 老爷 您走好 走好啊 兄弟啊 谢谢啊 不用谢 赵老爷 赵老爷 您还记得吗 那年我们刚到明月镇 我们是饥寒交迫 您正好路过 赏给我们银子 我们吃饱了 也找着了工作 挣了钱 才有今天啊 您是我们一家的大恩人哪 一直以来 我们都无以回报 今天有幸 送赵老爷您回家 这是我修来的福分啊 别这么说 一切都是缘分啊 赵老爷 明月镇很多人都受过您的恩惠 这次您进大狱 好多人都替您担心啊 现在您出来了 这就好了 这就好了 老爷 爹 老爷 爹 爹 赵老爷 我走了 您千万要保重啊 谢谢啊 谢谢啊 老爷 您总算回来了 我的心啊也算踏实了 哎 对了爹 官府怎么肯放您出来了 我也不清楚 他们怎么肯就这么放了我 好像是有人去自首了 哦 我知道了 肯定是那个在天狱路里下毒的真正凶手 哎 娘 我明天就去查查看 看看到底是哪个乌龟王八蛋 把咱爹都害成这样了 哎呀 行了行了 先别说这些了 先扶你爹回房休息吧 好 爹 不好了 老爷 大事不好了 老吴 没看见爹刚回来吗 讲什么大事不好啊 多不吉利啊 不是的 不是 是刚才我那个在牢里 刚差的亲戚告诉我 为了替老爷顶罪 二少爷他 他怎么了 他 他去自首去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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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蒙 沙门为什么把赵如海给放了 赵天雨去衙门自首 不得不放 李天赐 是不是把宣和茶庄的低器 退回给赵天雨了 是 是吗 看来不马上解决事情 变量会更大 李天赐再留他 只会给我们留下多一个绊脚式 不如趁此机会 把他们两个人统统铲除 秦牧 你知道哪种人 最不会给我们带来妨碍 死人 你是李天赐吗 是我 请你到我们衙门走一趟 带走 是 等等 我犯了什么罪 你要送我去官府 有人密报 前些日子发生在宣河茶庄 天狱路的毒死案与你有关 大人请你回去调查取证 带走 走 那不关我的事 走 放开我 放开我 走 放开我 没受罪吧 你这摇头是什么意思啊 你倒是开口说话呀 夫人 您别怪二少奶奶 她心里也不好受啊 刚刚我们去探监的时候 结果官兵告诉我们不准探监 害得我们白跑一趟 老吴 你没拜托你那个亲戚吗 我拜托过了夫人 她说这次是大人亲自下的命令 谁也不让探监 怎么会这样 这可怎么办呢 老爷 先不要着急 我们再想办法 我们去了以后才知道 李天赐也被判入狱了 兄弟 你是自作自受啊 自讨苦吃 怨不得别人 到了下边 别怪我们哥儿几个 给我打 伯母 你 伯母 你不要哭了 莉莉啊 我该怎么办呢 伯母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出天赐的 我一定要救救天赐 天赐 似乎在我生命中 最危险的时候 你总是会出现来解救我 让我死 让我死 我最爱的男人都不要我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你打我 你以为全天底下 就你被最爱的人抛弃 被最爱的人伤过吗 我也被最爱的人抛弃 被最爱的人伤过 但我不会去死 我要活下去 我要让他知道 没有他我会活得更好 我看得出来 那时候的你比我更痛苦 更绝望 我 却还是勇敢的活了下来 就是这样的你 不经意的 闯进了我的心房 如果想说 你们要生气 也无忍 妈 妈 他看得咬你 不是 你们要不要 帅哥 好 三哥 车给你 车给你 我可以走了吗 蛮不错的嘛 你想干嘛 我想干嘛 走 站住 你 哪里 快 先生 先生 您没事吧 是你 这次 换成你身陷灵雨 我没有把握 自己救不救得了你 但我一定要这么做 还记得吗 我们曾经答应过 彼此不离开对方的 驾 张婷 米 李 你爱过人吗 你真心的爱过一个女人吗 没有 太可惜了 你不明白 当你爱一个人 爱得无法自拔的时候 就算为他去死 都毫不犹豫的那种感觉 很傻 是吗 其实我不是傻 我是自私 我明明知道天赐心里最爱的那个女人不是我 我却不肯放手 我要她这一辈子 记得最深最牢的那个人是我 请 我们走吧 社长在里面 请进 宋元社长 莉莉小姐 请 请 宋元社长 先喝下这杯酒吧 嗯 我来喝下这杯酒吧 哈哈 不 怎么 今天你自己主动送上门来了 我来求送原社长 就天赐一命的 哈哈哈哈 就离天赐一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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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莉小姐 你没有弄错吧 我不过是一个日本商人 那有什么权力干涉 衙门所定的判决呀 宋元社长 我认识您不是一天两天了 您的影响力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太抬举我了 好 就算我能救出李桑一命 那我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提拔他 重用他 他竟然蔑视我的命令 破坏了我的计划 好不容易把一条疯狗 关进笼子里 有哪个主人 还愿意放他出来 反咬自己一口 所以我不能答应你 宋元社长 不要再说了 莉莉小姐 你可以请回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 很抱歉 宋元社长 我今天 非要救出李天赐不可 你想要挟我 你杀了我 更救不了李天赐了 不 宋元社长 不认为你 还要帮你 不认为你 要不是 你 我也不会苟活的 你笑什么 我笑李天赐可能是疯了 有你这个重情的 红颜知己在身边 又有大好的前途 他却要选择一条死路 你说 他是不是疯了 好 我答应你 替你救出李天赐 不过 你也明白 我是一个圣野人 不会平白无故的付出 总要取得回报的 好 只要你答应救出天赐 报他平安无事 任何条件我都答应 好 那就一言为定 我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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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将来会如何 我都不会后悔 我现在所做的决定 秦深 对不起 如果你无法谅解我 我能明白 如果你能谅解我 我很感情 与其 天威 秀云 天灵 还有秦辉 你们千万要好好照顾你们的娘 不要让她为我太过忧心 还有 希望你们能够齐心协力 让赵家东山再起 恢复赵家以往的光景 这是我最终的期盼 让我们解决了 你别太担心 等一会儿 我跟老婆去看看 把神据跟她一起了 我先去了解一下情况 是的 夫人 你别担心 我 我嫁给她二十多年 枉费我们夫妻一场 我为这个家 为她付出那么多 她全都忘了 这人恨下心 抱下我一个人 夫人 您别怪老爷 老爷他也是为了救二少爷新妾 才出此下策的 他以为牺牲他自己 救出天羽我就会高兴吗 不 不会 他们两个谁出事我都会痛心 还有那个李天寺 可老爷没有任何血缘 他竟然会牺牲自己去救他 我都知道 老爷 你 你太傻了 太傻了 娘 你别这么说 爹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么难过的 娘 你不应该会不想 你不想打他 我都应该打他 我应该打他 他不想打他 我也不想打他 有趣了 请问舍长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处理 我已经答应莉莉 要放李天赐出来 既然事情已经演变到如此程度 倒不如将计就计 就把李天赐放了 那找天宇呢 也放了吧 我们的目的 是要打击赵家察员 得到宣河察庄 赵如海是赵家的支柱 有他就够了 赵天宇不过是一个 刘洋的文弱书生 起不了多大作用 至于赵如海 请募 是 接下来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是 杨大人 关于田鱼路堵死人这案子 似乎拖太久了吧 还请杨大人 多加关照 我 要我帮什么忙啊 请大人尽快将此案了结 免得节外生枝 清牧先生 这里是中国 可不是日本 我们有我们的律法 一切要照规矩办 请大人放心 规矩 我们懂 阿姨 看 二少爷 居然 快 小心啊 慢点 二少爷 好可怜 我看哪 还是别让娘过来看二弟了 最近娘的身体也不太好 她要是看到二弟这样 我怕她会 那怎么可能呢 娘 娘知道二弟回来了 一定会过来看的 那春兰 帮我把二少爷扶起来 帝妹 你 你怎么了 大嘴里全烂 大嘴里全烂 什么都吃不下去 好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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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嗯 是啊 我是应该高兴 可是看她成这个样子 我心疼了 最重要的是命能保住了 你来了 我说到就一定会做到的 好 我最欣赏你这种性格的女人 好 好 娘 医生不是让你多休息几天吗 你怎么过来了呢 爹 爹 我的孩子 爹 娘 二弟还需要多休息 你也需要多休息啊娘 一早洛大夫就会过来的 有洛大夫照顾 您就放心吧 娘 我看您还是回去休息吧 如果二弟醒来了我马上通知你 好吗娘 来我扶你走 不不不 我要留在天狱身边 我直到天狱醒过来 娘 这里那还有弟妹呢 您就放心吧 我不放心她照顾 我要亲自照顾天狱 天狱 天狱 娘 好好好 娘 您要守着 您就在这守着 二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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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柱子 怎么出什么事了 不好了 二少奶奶 你喘一口气再说 慢慢说 老爷呢 老爷呢 怎么了柱子 你快说爹怎么了 你哭什么呀 老爷他怎么了 大少爷 老爷的七日后 就要被送到财室口 斩首示众了 柱子 你 你再说一遍 老爷他 老爷的七日后 就要被送到财室口 斩首示众了 老爷 老爷 娘 老爷 娘 老爷 娘 老爷 您别担心了 我认识一个好朋友 跟娘大哥很熟的 我明天去找她 我只要多花一点银子 爹一定会没事的娘 天狱啊 你弟弟他现在昏迷不醒 救你爹就劝告你了 就是花光了赵家的钱 你也得把你爹救出来呀 你放心吧 爹一定不会有事的 娘 因为认识很多人呢 爹一定会被救出来的娘 娘 你别担心了娘 太行了吧 老爷 你有多保险 我们该怎么办 好 莉莉 我 伯母 莉莉 你终于回来了 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 害我为你担心 伯母 害你为我担心 我真过意不去 我有些重要的事很急 所以没有告诉你 天赐怎么样了 我听冬儿说 他回来之后就一直昏迷不醒 有没有关系啊 请大夫来了几回 说是因为伤口溃烂 才昏迷不醒的 再加上 在牢里几天几夜 没吃没睡的 体力不支 还好 天赐年轻 身体强壮的 好好休养一段时间 应该能够复原的 那就好 去吧 去看看天赐 不 我有急事 赶着要走 我回来 是让冬儿给我收拾一些衣物 我要出趟圆门 你又要走啊 嗯 什么时候回来 不一定 你 我有个朋友是做生意的 我要跟他学做生意 到处走走 随便看看 本来 早就要走的 可是又放心不下天赐 现在他好多了 我也就放心了 你不等天赐醒来 亲自跟他说一声啊 去看看天赐吧 这样等他醒来 我也好跟他说 你看过他 去吧 好 天赐 我要走了 你一定要 好好照顾自己 知道吗 他好 我先走了 快走 他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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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走 快走 快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不是天意 谁来解开这秘密 谁安排的相遇 谁安排分离 谁让该来的来 该去的去 谁让一切都了无痕迹 隔着千万光年的距离 被回忆苦苦相比 谁说离开就可以忘记 谁说距离能充当回忆 如果爱只是一朝换迹 总是说服不了自己 爱过 恨过 恨过 伤过 痛过 我愿是那个 忘情的人 我愿是那个 无情的人 为自己 保留几分 我愿是那个 无情的人 为自己 保留几分 夜夜相似梦一人 为自己 保留几分